视频中这两个是即将被执行枪决的女犯人 因为实在太过害怕 两人当场实践 丑态百出 但周围却没有任何人同情她们 那么 她们究竟犯下了怎样滔天的大罪 能够获得如此严重的惩罚呢 用蛇蝎女人来形容画面中的两人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是2002年的审判大会 两名打扮的光鲜亮丽的美少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两人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 还是花一般的年纪 周围不了解的群众看着两人稚嫩的脸都直呼噪念 甚至有人为两人可惜 但是在看到她们的脖子上的牌子之后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故意杀人罪和组织妇女卖淫罪 这两项罪行都是人神共分的大罪 并且一般都是那种年龄比较大的人 还会如此狠心 真是人不可貌相 听着周围人的敌过 董小青和董雪一脸麻木 拖着厚重的锁链亮枪往前走 押解他们的警察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女孩子就刻意照顾 因为能够被押解到这里的 那一个不是手上沾满血的狠人啊 有些受害者的家属早早地来到现场旁听 看见董小青和董雪露面的那一刻都忍不往前扑 只恨自己手里没有拿几个臭鸡蛋网上砸 要是不庭审现场秩序严苛 董小青和董雪早已经被这些受害人的家属给手撕了 法官将他们的罪行一一陈述 在何时何地杀了多少人 又强迫了多少的无辜少女卖淫 董小青和董雪的脸上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表情 仿佛不是在说自己一样 直到法官宣判两人都判处死刑的时候 他们才情绪激动起来 拼命地求饶不说 还要继续上诉称自己是冤枉的 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没办法 警方只能将两人押回了看守所里 但所有人包括董小青和董雪两人都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如今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没多久 第二次庭审到来了 虽然董小青和董雪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 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大白于天下 所有有良知的律师都不愿意为他们上诉 并且因为他们在第一次在庭审过程中执迷不悟的样子 引得更多群众去围观 在一番审查之后 法官宣判董小青和董雪的上诉失败 维持原判 判决立即执行 听到这样的话 周围受害者家属当场跪了下来 向自己驱死的家属祷告 而董小青和董雪两人神情已经完全呆滞了 连战都站不住 在被拉往枪决地点的时候 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那么两名花季少女究竟犯下了怎样的滔天大祸呢 这是2002年 明报美女犯人执行枪决的真实影像 得知自己即将被执行枪决的他们痛哭流涕 大小便失禁 堪称丑陋至极 随着一声枪响 两人结束了罪恶的一声 但两人究竟犯了怎样严重的罪行 落地这个下场了 在听到自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 董小青和董雪两人浑身发软 脸上涕泪横流 不断地求饶 称自己已经知道错了 希望能够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周围的群众听到这样的话之后 气得要死 称给你们一个机会 谁给受害者一个机会 看着黑压压的枪口 两人直接被吓得大小便失禁 看起来格外的狼狈 随着一声枪响 直接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声 与一般的犯人不同 董小青和董雪 董雪格外的年轻 二十刚出头的年纪 正是花一般的年纪 正常女孩子这时候都天真烂漫 期待爱情 但董小青和董雪两人却心狠手辣 故意杀人 古之妇女卖淫 她们信手拈来 仿佛刽子手一般 随意了结他人的生命 对于自己为何会走上这一条路 董雪非常的无奈 称着都是命运的走向 自己也无可奈何 曾经董雪人人羡慕 长相出众的 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身边还有很多追求她的小男生 当时的董雪没有任何想法 一心只有好好工作 以后找个情投意合的男生结婚 然后相夫教子 幸福地度过一生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 直接改变了她的命运 这天正在上班的董雪 突然被领导叫到办公室 以为领导有正事的董雪 马上赶到了办公室 谁料领导竟突然将董雪 压到了桌子上 并且将董雪的嘴巴给掳上 不顾董雪的挣扎 领导直接将董雪给强行侵犯了 第一次遭遇这种事的董雪 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躲在宿舍哭了整整两天 在生死关头走了一遭之后 董雪直接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她觉得自己就是没钱 没人卖才会被这样对待 所以单纯的她一改常态 不断地跟各种有钱人勾搭 只有有利益 她就能豁得出去 不仅自己豁得出去 董雪还将主意打到了其他人身上 她办了一个娱乐会所 诱骗各种无知少女 让他们用身体为自己铺路 曾经是受害者的她成了加害者 只要是好看的女生 她就强行将人家掳回去 然后威逼利诱用各种手段 抢过女生提供色情服务 董雪称自己一开始 也有过不仁的时候 但是想到成为人上人的滋味 她就舍不得停下来了 虽然董雪已经算是无恶不赦了 但董小晴也不甘示弱 她的手段更加的狠毒 这是我国2002年执行枪决的真实影像 满脸不屑的两名少女在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 当场被吓得尿裤子 浑身颤抖的模样 引起屏幕前网友的一阵心疼 但当时周围的群众却人人叫好 恨不得亲自动手 那么 这两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女究竟做出了怎样人神共分的事情 财落得如此下场呢 在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时候 一向嚣张不已的董小晴直接被吓得尿裤子了 在董雪会所当大堂经理的她一向都是腰五喝六的 威风的不得了 上百个女孩子在她手底下乖得跟个安唇似的 连大气都不敢出 所以在被警方抓捕之后 董小晴还满脸不屑 觉得在自己老板董雪的运作之下 绝对会跟以往一样无罪释放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次他们都跑不掉了 董小晴跟董雪两人是老乡 甚至董小晴还得叫董雪一声姑姑 小时候的董小晴性格就十分嚣张 打遍同龄人无敌手 在外面开办娱乐会所的董雪越混越大 手里有几十个女孩子为她服务 觉得自己需要个自己人管理会所的董雪回到了老家 一番挑选之后 董雪直接看中了董小晴 认为她非常能豁得出去 在贫穷的小山村 开着汽车穿着名牌的董雪就是成功人士 所以被她看中之后 董小晴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跟着她走了 果然不出董雪所料 在听到董雪的会所是专门给人提供色情服务的时候 她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一起干了 毕竟这样能赚大钱 董小晴的手段非常狠辣 一般人她用金钱利用 要是遇见那些不为钱财所幼的女生 董小晴也有办法 霓晕之后将她们侵犯 并拍下视频证据 以此来威胁她们 这样的手段屡是不爽 在会所内 董雪是笑面虎的话 董小晴就是活颜望了 这天 一个名叫小月的女生被侵犯之后 态度非常的坚决 表示自己绝对不同刘和乌 董小晴觉得小月纯粹是没吃过苦头 所以才如此坚定 只要挨够了打就听话了 谁料 直到临死前 小月都没有改口 将人打死之后 董雪跟董小晴也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将小月的尸体拉到郊外掩埋之后 两人就继续自己勾当了 但终究只包不住火 董雪和董小晴双双被抓获 两人引以为傲的人际关系 根本就不了他们 一粒花生米就结束了他们荒诞的一生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踊跃留言哦 董雪和哈